他的离开不是你的错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生命纪第十四章 之前我们在立位纪中 读过了捷径与饮食方面的规范 那为什么 有些生物会被归类为不洁净呢 其实这和当时的环境卫生有关 后来有学者专家 分析了这些生物的成分 结果发现圣经中的不洁之物 所含的毒性细菌 大多比洁净之物高很多 今天这一章 母系就要把圣经中的科学 传授给下一代的百姓 让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纪第十四章 生命纪第十四章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 也不可将而上剃光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尖宣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凡可增的物都不可吃 可吃的牲畜就是牛 绵羊 山羊 鹿 羚羊 鲍子 野山羊 蜜鹿 黄羊 青羊 凡分体成为两半 又倒轿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那些倒轿或是分体之中 不可吃的 乃是骆驼 兔子 沙帆 因为是倒轿不分体 就与你们不接近 猪 因为是分体 却不倒轿 就与你们不接近 这些瘦的肉 你们不可吃 死的 也不可摸 水中可吃的 乃是这些 凡有赤有灵的 都可以吃 凡无赤无灵的 都不可吃 是与你们不接近 凡接近的鸟 你们都可以吃 不可吃的 乃是鸟 狗头雕 红头雕 粘 小鹰 药鹰与其类 乌鸦与其类 鸵鸟 叶鹰 鱼鹰 鹰与其类 萧鸟 猫头鹰 脚吃 蹄虎 秃鸟 卢瓷 罐 鹿与其类 带人与蝙蝠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 是与你们不接近 都不可吃 凡接近的鸟 你们都可以吃 凡自死的 你们都不可吃 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 或卖于外人吃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不可用山羊糕母的奶 煮山羊糕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 就是你田地 每年所出的 十份取一份 又要把你的五谷 心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病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吃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 就是他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这样 你可以学习 时常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当耶和华你神 赐福于你的时候 耶和华你神 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地方 若拧你太远 那路也太长 使你不能把这物 带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 将银子包起来 拿在手中 往耶和华你神 所要选择的地方去 你用这银子 随心所欲 或买牛羊 或买清酒浓酒 凡你心所想的 都可以买 你和你的家属 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 吃喝快乐 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你不可丢弃他 因为他在你们中间 无份无业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将本年的土产 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积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里 无份无业的立位人 和你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妇 都可以来 吃得饱足 这样 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 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亲爱的朋友 除了饮食规范之外 经文一开头 也提醒百姓们 不要因为亲人离世的痛苦 与悲伤 就伤害了自己 看到你受伤 天父也会伤心的哦 鼓励你 天父知道你所有的悲伤 知道你默默承受了很多 但他也希望你知道 许多事情的发生 并不是你的错 所以千万不要把一样的痛苦 加在自己身上了 相信 他今天要亲自来安慰你 用他的爱 填满你心中的缺憾 他也会在接下来的旅途中 继续陪你前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抚慰我心中的悲伤 痛苦 和那些对自己的愤怒 也求你的力量扶持我 展开新的旅途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盛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有天父的爱 填满心中的缺憾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